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庄熊的大崔 咱们现在这个工地正在做水管打压 大崔来给大家讲一讲水管打压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在打压之前 先把水中的水放一放水 看看咱们在热溶的过程中 有没有造成流量的一个降低 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 因为你万一热溶的质大了 然后水就流速慢 你生活起来就会很麻烦很麻烦 先检查流速 第二个就是咱们打压是怎么打 打哪个部份也很关键 你看我给大家特殊的说明一下 比如说咱们水管 它是从入户这块开始换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咱们跟咱们打压的师傅说一声 让他从哪开始打 就是从咱们水井这块 将水井的阀门关了 从水井到咱们入户 所有的水管都打压 这样的好处就是咱们 最终的打压范围比较广 出现漏水 咱们公共区都已经检查了 这样漏水的概率就非常低了 你就基本上就是说 有更好的一个保障了 工人正在做所有管件的一个检查 是不是都是正品 然后他会拿着手电 来检查这个焊接口 来 最后让咱们师傅 再说一说他们打压的整个过程 来吧你开始吧 你说吧 这个接下来咱们给那个烟烧水管 我们来观察 第一是先看这个管是不是真货 是不是它是热货 然后看从崖管这开始 后边所有的件是不是都是微信的件 然后咱们打压打半个小时 现在压力已经打上了 这块是倒计石 上面是压力比是倒计石 它是一个30分钟倒计石 然后还得把你家管点走 这会拍一个全景的VR照片留底 这个图你可以随时上网去看 然后拿着的图给你拍质保 咱们有50连的质保 这个都是倒计石时间 还是29分钟 一分一秒也查不了 这个现在是给咱们看焊接口的 最好的焊接口是酸汽 咱们这个石锅中的焊接口都是酸汽 这个确实手艺非常好 而且它这个线权的楼队企业在那边 是不是比较比较 细节比较注意 这个时候 他们现在拿的这个 这个 拍摄的一个照片 拍摄的一个照片 这种服务是非常不错的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景的一个 录像的一个照片 就是你后期有哪些东西 看到啊 给大家看演示一下 你看 它正在转是不是 它是360度的给大家拍照 啊这个顶面地面这些都给它拍好 如牛顶啊 就是你到时候安装东西呢 都没有问题了 啊 非常好的啊 水管打压是非常关键的啊 大家看到没有 记住这几点了没有 打压的这个最基础操作 都是8公斤半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了 我是阿崔 关注装修美的细节 下来看